美国伊朗开战谁将获胜?美航母或被绑架?中俄成最大赢家。 据美国防务新闻网站5月8日报道,美国海军杜鲁门号航母战斗群目前正在地中海海域游异,迟迟没有进入波斯湾的预定海域。 按照计划,杜鲁门号将取代罗斯福号成为美军第五舰队的旗舰,在波斯湾继续维持美军的海上优势,但是这艘航母目前已经在地中海停留了一个多周时间,即便在美国和伊朗建拔弩张之际,杜鲁门号也没有前往伊朗周边进行威慑的迹象。 据报道,波斯湾是一处出口狭窄的海域,其出口就是荷姆兹海峡,由中东头号反美大国伊朗控制,该国近期因为伊核协议的问题和美国激烈交锋,美国在中东的盟友以色列和沙特等国都,已迫不及待希望美军对伊朗发动军事情动, 但是美国的航母却始终距离伊朗千里之外,众所周知,美军在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时,肯定要出动航空母舰,那么为何杜鲁门号始终没有进入波斯湾呢? 美军是专家揭开了答案,原因很简单,如果美伊爆发战争的话,波斯湾中的美国航母将成为伊朗人质, 伊朗军队有能力将其随时击沉,即便是不击沉的话,美国航母也将被封锁在波斯湾之内,成为对美国国内施压的巨大砝码, 由于河姆兹海峡只有50公里宽,伊朗完全有能力在该地区部署大量反舰飞弹,封锁住美国航母逃出波斯湾的必经之路。 此外,美伊爆发战争最终将两败巨伤,由于缺少必要的地面部队,美军即便对伊朗进行进攻,也将以空袭为主,伊朗依旧保持有相当的实力, 其次,伊朗拥有上千枚各种弹道飞弹,足够对美军在中东的军事基地和各个盟国比如说以色列和沙特等国发动飞弹战, 而且伊朗如果和美国开战的话,只会将伊朗推向俄中的阵营,使得两国成为事实上的最大赢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